第171集 姬子月嘴角微巧 瞪向叶凡 要宝贝没咬 咬骨筋更无 只有仙人命一条 你看着办吧 你倒是很光棍啊 叶凡顿时被逗笑了 用你的话说 不老实交代的话 我有很多手段收拾你 姬子月 以晶莹的背齿轻咬红唇 将头扭向一旁 看向天际的云朵 想说什么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叶凡并没有立刻动手逼问 他有的是时间 当下最要紧的是锤裂玄黄精粹 他的顶碎了 附在绿铜上实在让他担忧 伦海全眼中 绿铜块一动不动 在他周围玄黄精粹缭绕 碎顶沉浮 与玄黄交融不分彼此 姬子月说的很有道理 小顶碎裂后 对叶凡来说 并不完全是坏事 这是一场机遇 碎了 我便重铸 叶凡的心神 完全沉浸全眼中 以轮海内的神力 小心翼翼的挤压碎顶 他现在不是直接揭续 所要做的是更加彻底 完全的粉碎这尊顶 是之彻底的 与玄黄精粹融合 在枯海中碎顶 犹如碎己身 神力流转 心神沉浸在里面控制 竟有打碎自己的错觉 玄黄精粹如月华 似日灰 非常的夺目 不断的与碎顶相融相合 在叶凡的控制下 两者无分彼此 渐渐成为了一道流光 他环绕绿铜旋转 雾气迷蒙 旋而又旋 到最后光滑内蕴 锋芒连去 变得无滑而又朴实 蒙蒙玄黄二气自然流动 给人以深不可测的感觉 天地出世 诞生少许的天经地水 是万物之母气 有着难以想象的神秘力量 是炼气的瑰宝 叶凡小心翼翼的控制 并没有急于注定 他为了让两者彻底融合 不断的锤炼瓷器 同时向着绿铜烙印而去 让玄黄之经包容绿铜块 反复的摸刻与锤炼 欲语之合为一体 刻印下漆上的天然道文 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时间慢慢来磨砺 初始一切都很顺利 并没有发生意外 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 就这样 叶凡在这片湖泊旁 暂住了下来 又对姬子月施加了树道封印 防止他破除禁止 时间匆匆 转眼间过去了半个月 湖中雾气迷蒙 波光点点 岸边树木葱玉 花草芬芳 一株参天古墓下 姬子月一动不能动 被禁锢在那里 叶凡不理会他的尖角 转心直至 以手中之笔 在其光洁如玉的俏脸上作画 他下笔很快 转眼间 一直缠除成形 他点了点头 似乎很满意 将手中之笔放在一边 取过一面镜子 放于姬子月的眼前 姬子月大声尖叫 像是遇到什么最为可怕的事情 直遇撕裂人的耳膜 他气恼无比 咬牙切齿 大眼怒瞪叶凡 半个月过去了 你才给我写出一段古经 实在是太少 我需要完整的经文 说到这里 叶凡画风一转 寻寻善诱 我有玄黄精粹 千百事难学 你若给我讲解古经 我便送你万物母气 说起来我们互惠互利 谁也不吃亏 姬子月确实有些心动 大眼眨了又眨 我 需要时间慢慢考虑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拖延时间 叶凡坐在对面 准备好纸笔 将姬子月右手的封印解开 不要磨蹭了 万物母气近在咫尺 你不想输去吗 你太过分了 我已经给了你数件宝物 你还不知足 大不了 我与你一死网破 只要我失去 我身上的印记 一定会出现在鸡家 发生的一切 都会呈现出 叶凡顿时无言 将一只凤钗两个手镯 一对而坠 全部推到他面前 这些东西 你让我如何拿去用 主要给我写出古经 全都还你 姬子月 顿时换了另一种表情 悬然欲气 不是我不想写出古经 家族肃劳 在我青海中奉有限重 我若是敢透露出来 会当成行神剧灭 不要这么可怜兮兮 你说的这些话 我完全不相信 姬子月 美目中水雾弥满 污住的第一气 我从来没有对你有过敌意 我连妖族人都放过了 对你更是没有相害之心 你却这样对我 这确实让叶凡很惭愧 抓到这个烫手山芋后 他感觉很难处理 啥又啥不得 放了的话后患无穷 一直逼问古经 却并没有得到悬法 我对古经志在必得 你就不要再野戏了 姬子月顿时又换了一种表情 眼中水雾消失 开始磨亮晶晶的小虎牙 我跟你拼了 那就拼吧 叶凡开始脱其鞋瓦 姬子月尖叫 你要干嘛 住手 到底写不写古经 我 叶凡 将其鞋瓦彻底脱下 露出一只光洁如玉的小脚丫 如杨之玉一般晶莹 闪烁着点点光泽 鲜秀而柔美 你 姬子月羞恼无比 脸色粉红 彻底吓坏了 颤声说道 快住手 叶凡 不紧不慢 在其温润如玉的脚心 涂抹了一层蜂蜜 然后抓来几只蚁虫 放在上面 古墓林中 顿时传来姬子月 又羞又气的尖叫声 小猫孩叶凡 我跟你没完 啊 半个失神之后 叶凡 手持几页纸张走到湖边 他神情专注 认真研读上面 记录下的经文 大道如鸢 万物之宗 何光同尘 叶凡一边研读 一边思索 姬家的古经 果然有独到之处 绝不在道经之下 开篇几句话 点明了这本古经 所侧重的要义 大道本体是虚空的 但作用永无止境 这便是姬家的虚空经 虚空大道 消磨万物锋芒 化结万物纷争 协调万物光辉 混同万物尘狗 但己身 却永远虚空 永恒存在 可惜姬子月 非常坚决 宁死不屈 只写了有限的几页而已 想要得到整篇古经 还需要时间 这几页经文 很不连贯 关于道宫的禅数 实在是少得可怜 只有少半夜 他细细观看 古神不死 是为玄聘 玄聘之门 是为天地根 虽然不过短短的半夜 但却让叶凡 明白了 道宫要修炼什么 果真要修五尊神奇 人能养神则不死 道宫中 有五尊神奇 若能化为己用 可延长寿命 月生武器 神奇与气相合 会发生种种玄秘之事 道宫寺非常神秘 比伦海还要不凡 将开启 与挖掘出种种神意 可惜叶凡 仅仅看到了半夜而已 并不知后续要做什么 想要修道宫 必须横渡苦海 到达彼岸 才能进行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叶凡开始苦修 他不想浪费一点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 他亦不断锤炼玄黄精粹 领其包容绿铜款 反复激烈 相容相合 魔可道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